是的你没有看错 亚洲选手白米也能世界第一 而且还是国际田连官网认证的第一 大家好 我是小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国际田连官网白米三个年龄分组的世界记录 其中就有大家所熟悉的亚洲小将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本期视频 第一组成人组 这一组的世界第一毫无疑问 就是博尔特 关于他的比赛 我想大家已然十分熟悉 柏林市井赛划破苍穹的9秒58 成为了田径历史最难打破的世界记录之一 博尔特跨时代的表现 让无数人感受到了短跑的魅力 从而爱上这项运动 比赛开始 博尔特的启动和戴衣 相行 并驾齐驱 博尔特在50米超到了前面 轻松的活动观 9秒58 第二组U20组 这一组的世界第一是这两年非常火的特伯格 他和博尔特一样都是跨时代的选手 在这个年纪就能拿出9秒8级的实力 纵观白米历史也无人能出其右 去年卡利士青赛的表现 让他成为了新时代的霸主 同时也成为了这一组新的世界第一 第三组U18组 这一组的世界第一大家绝对想不到是谁 他就是这两年的亚洲天才布森 小扒也非常看好他 不出意外的话 布森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年打开10秒大关 在未来成为亚洲短跑新的霸主 试问有多少人能在18岁这个年纪 百米跑出10秒09的成绩 说他是亚洲短跑未来的希望一点都不过分